郵柱銀行 較早前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指首季業績 按照國際財務報告首季業績信市場預期 主要是由於較慢的淨利息收入增長及較少的資本收益 其內 集團的淨利潤按年增5.2至263億元人民幣 然而 由儲行撥備前利潤應該會在今年第一季足底 並在今年剩餘時間內重新加快增長 因為包括銀保費用增長和貸款增長在內的基本趨勢仍然強勁 正息差應該會穩定下來並在下半年開始反彈 因為大部分貸款已針對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削減 進行了重新定價 料可為盈利提供支撐 由儲行的信貸投放提速 投向實體經濟貸款增量創歷史同期新高 且結構較過往優化 存款增速穩中略降 一要新增存款主要由儲蓄貢獻 一要新增存款5257億元 其中 對公 零售存款分別增加479億 4773億 23要一末 存款佔計息負債的比重為96.6% 其中 個人存款佔比88.8% 存款結構較上年末大體持平 一般存款和零售存款主導的負債結構 更加有利於強化負債成本管控 由儲銀行資產質量優質 存款來源穩定 資產端優化空間大 在縣域金融領域獨具優勢 23要一末 零售用規模近14.5萬億元 是國內領先的大型零售銀行 同時 鄉村振興 中小微企業 主動受信 財富管理和金融市場 五大差異化增長極建設持續顯效 隨著中國移動450億定增落地 由儲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得到有效補充 為資產端確表及盈利能力提升奠定堅實基礎 宏觀經濟逐步復甦以及居民資產負債表的收復 將對儲儲銀行的零售信貸投放與財富管理業務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與此同時 作為中字投銀行 受政策邏輯 商業邏輯雙重驅動 儲儲銀行估值可能存在系統性提升空間 主族 再加上換電臨前 選擇 後 選擇 選擇 選擇